一輛警用巡邏車正在執行巡邏勤務 路徑南海六街正經過一個五號之十字路口時 左側突然出現一輛小貨車直衝出來 等看到巡邏車時為時一彎 小貨車煞車不及直接攔腰猛撞巡邏車 突如其來的巨大撞擊 把警車的行車記錄器都震掉了 巡邏車被撞後卡在農田中 車頭幾乎全毀 車體碎片散落一地 這起事故也造成遠景手腳擦受傷 送移後沒有大礙 小貨車的駕駛沒有受傷 小貨車屬支線車 依規定硬離讓監告車先行 雙方九側皆為零 整起事故由吉安分局調查中 詳細肇事責任歸屬 還有帶警方調查釐清 記者劉紀喬長浩華聯報道